和你在世界终结之日第二季来了 上一季中 公享一行人终于击败大反派邪恶博士 救出了朝思暮想的女友莱美 可安全区横须港驻地 也彻底沦为丧失地狱 小月母女因为急需哮喘要务 选择前往新发现的希望之家避难所 而其他人包括公享 少爷一行人 全部都留在小岛上生活 时光飞逝 转眼三周过去 大家在岛上相安无事 各司其职 有负责武装巡逻的 有负责捕鱼种地的 看上去祥和一片 公享和莱美也过上了 没修没操的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 潜伏的危机终于一一浮出水面 首先出问题的便是莱美 她手臂上居然时不时会浮现出 诡异的血色纹路 心里莱美有些忐忑不安 作为怪异博士的助手阿丽 其实比当事人更担忧 因为她知道 之前博士给莱美注射的 可是丧失病毒 只是因为她体内有抗体的缘故 没有失变 可什么时候会爆发 谁也说不准 再就是公享和阿珍 在岛上搜寻物资 有用的东西没找着 且发现几具带有X伤痕的丧失 回去后众人一合计 也认识到 这岛上并不是绝对安全的 加上物资匮乏 公享提议 大家一起前往新的避难所 可胡子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现在并不知道避难所的准确位置 贸然前往可谓是危险至极 公享觉得也有道理 打算安排先头部队前去探路 不过人选问题比较头疼 少爷果断表示 自己这边不会派人的 公享也不好强求 只能看看有没有人自高奋勇 公享队长桑田 莱美一同响应 但公享不同意担任医生的莱美 冒险去找避难所 于是双方争执起来 一旁的阿珍顿时猝意大发 怎么莱美的命就比其他人值钱 公享顿时有些欲塞 散会后 少爷手下的刀女主动提出 愿意前往寻找避难所 且被少爷严厉拒绝了 他可不希望再失去任何同伴了 让人担忧的是 莱美手上的血色纹路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好巧不巧的 也没当场识破 只是转身去询问阿条 看见他支支吾吾的样子 聪慧的阿珍立马端定 莱美感染了丧尸病毒 阿条健壮只好请求他保密 否则会给莱美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却不知道麻烦很快就找来了 刀女在树林中巡逻时 固然听到奇怪的声音 于是匆忙拔刀警惕地环顾四周 画面一转 莱美缓缓地从树林中走出来 两眼黯淡 神清恍惚 直到公享出现 才打断了他的梦游状态 如梦初醒的莱美顿时有些慌神 只好将身体的一样全盘告诉公享 由于体内丧尸病毒日趋活跃 莱美经常会精神恍惚 而且还时不时的失忆 他非常害怕体内抗体会逐渐失效 最终变成丧尸 公享则将他涌入怀中 不停地安慰 承诺会想尽办法解决病毒问题 公享心中其实也非常彷徨 于是便去找少爷聊天 他之前有过管理大型团队的经验 劝说公享作为团队领头人 不该像之前那样考虑所有人的意见 想要城市独断专行反而更有效 而公享则坚持自己的做法没错 这时桑田拿了个对讲机过来让公享接听 对方自称是避难所的人 是小约母亲介绍的 点名要和公享谈一谈 于是很快 公享和桑田迎来了避难所派来的使者阿叶 他从阿叶母亲中得知这里有好几位医生 想用药品和食物作为交换 让公享这边派遣一名医生前往避难所帮忙 公享敏锐地察觉到他言语中的漏洞 在小约母亲前往避难所时 岛上只有来美一名医生 他是不知道医生阿丽后来也登到了 未必利诱之下 阿叶只好老实交代 其实避难所一直都在观察公享 但绝对没有恶意 还想邀请公享去避难所看一看 这边还在谈话 外头又出事了 少爷发现自己最真爱的手下刀女被丧尸咬伤 眼见就要试变 不得已之下人痛加他杀死 可这事并没完 少爷很不解 这座岛上应该不会有丧尸才对 刀女怎么会被丧尸咬伤的呢 一听这话 来美心思活络起来 他知道来美携带丧尸病毒的事实 最终还是忍不住在众人面前揭发了来美 大家听到后顿时哗然 旁边的阿丽一直在替来美辩解 他体内有抗体 即使中了丧尸病毒 也不会失变的 但仅仅这些话 仍然无法打消众人心中的恐惧和疑虑 尤其少爷更是气氛无比 掏出手枪指着来美 逼问他昨晚去哪里了 是不是他将刀女咬伤的 关键来美昨晚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处于梦游状态 根本无法确定是不是自己干的 众人看他这副模样 心里的猜测更是坚定了几分 好在这时 工想接到消息回来了 可他现在的身份也不好使 涉及到他女朋友不说 众人还指责他隐瞒来美感染病毒的事实 关键的是 他也无法证明刀女被害的事情和来美无关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来美被关押起来 可是痴情种子二条 哪里能容忍来美受罪 转眼就跑去将他给放了 少爷现在一心想要替手下报仇 把来美关起来还不满意 居然怂恿大家将来美这个病毒携带者驱逐出岛屿 在场所有人都默认了 只有工想和阿丽投反对票 可这数量根本左右不了结果 就连工想最早的班底胡子书和阿珍 这次也没站在工想这边 见此情景 工想失望无比地独自走出房间 决定和来美一起离开这里 其实也不用大家主动提出 来美身性善良 为了不拖累大家 早就决定独自离开了 不过他没想到 还没走出去多远 就被工想追上 在他的一再劝说下 终于答应 一同前往找寻解决的办法 工想离开后 胡子书等人的情绪都非常低落 少爷是个实打实的机会主义者 趁工想不在 毅然站出来 接管了整个队伍的指挥权 看着驾驶 是要做个彻彻底底的独裁者 这时有人来报 罪魁祸首找到了 凶手并不是来美 而是附近的一具丧尸 同样有着十字八痕 少爷见状 不住地砍杀着丧尸泄愤 而其他人终于醒悟 先前错怪了来美和工想了 可惜市场没有后悔药可吃 此时的工想二人 已经在前往避难所的路上了 没过多久 来美又一次陷入梦游状态 工想只好先将她 安置在一间废弃房屋内 随即发现 来美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妙 随时都有失变的可能 来美心里也很清楚 再次恳求工想离开自己 去实现自己成家立业的梦想 工想自然不会放弃 此时外面忽然传来 丧尸吼叫的声音 只见工想依然走出屋外 距离远的就射箭 走到近处就肉搏 汗不未死的和丧尸阴刚起来 似乎想要将心中不快 全都发泄到丧尸身上 而来美体中的丧尸病毒终于爆发 手上的红色线条越来越密集 已经蔓延到脸上 甚至连一只眼睛都变成红色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工想解决完外面的丧尸 满身血迹的回到屋里时 来美像是不认识他一般 恐慌的逃出屋外 一边狂奔还一边喊着救命 直到半路上被一个陌生人遇见 对方看到工想浑身血迹 不像是好人 也不听工想解释 立马冲上去和他缠斗起来 谁知道陌生人还有同伙 背后偷袭了工想将他打晕 当工想再度醒来 已经身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里不但宽敞明亮 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 有太阳能发电站 种植大棚等等 工想一路探索 终于发现了一群惬意无比的人类 之前遇到的使者阿叶赫然在列 不用想也知道 这里自然就是希望之家避难所了 而在避难所的另一端 一位领导者模样的老者 收到暑假的报告 工想来了 接着就是满脸严肃 一言未发 此时的莱美也苏醒过来 先前将他救下的男子 关切地询问了一些问题 莱美却什么都答不上来 显然丧失了所有的记忆 本集完 新的遗迹果然又是披着 丧失外衣的爱恨情仇 不过总的来说 看点也是有的 新的避难所 会不会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没有可能和岛上的势力 发生剧烈冲突 莱美山昌的丧失病毒 能否变成拯救丧失末日的契机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订阅 阿祺会带大家一一揭晓